近日,伤感的消息传来,苏亚雷斯因右膝伤情过重,他极可能提前宣布退役,而此前不少人期待他与梅西成为队友,如今看来很可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望。 多家巴西媒体称,现效力于巴西格雷米奥的苏亚雷斯,已经上俱乐部管理层表示,他的右膝伤病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。 格雷米奥主席Guerra证实了这一消息,他表示苏亚雷斯的伤情很严重,在接受了大量的治疗之后,仍不能扭转情况变得更糟。 他还透露,苏亚雷斯可能需要安装假体,在打了很多针,用了很多药的情况下,但他的膝盖仍然持续地疼痛,这让他已经接近极限。 至于极限在什么时候到来,谁也不知道,而当地媒体猜测苏亚雷斯在近几周内就会宣布退役。 36岁的苏亚雷斯来自乌拉圭,他先后效力过多个国家的俱乐部,在职业生涯中赢得包括西甲冠军五次,西班牙国王被冠军四次,西班牙超级被冠军两次,欧冠军一次,欧洲超级被冠军一次,市局被冠军一次等诸多荣誉。 他代表乌拉圭国家队出战137场比赛,打入68个桥,39次助攻,赢得过2011年每周杯。 在巴萨效力期间,他和梅西,内玛尔的三人组光彩照人,留下过许多经典配合。 苏亚雷斯曾透露,他曾和梅西,内玛尔一起讨论过未来,曾想过一起在巴萨打到了,然后一起去美直连再打几年,再一起退役。 梅西前往迈阿密国际后,一度有消息称,迈阿密国际有意愿将苏亚雷斯也招致麾下,但如今,苏亚雷斯的伤情已经让他的职业生涯,逼近尾声。 苏亚雷斯是技术全面的顶级球员,在全球拥有不少粉丝,粉丝昵称他为苏神、苏亚。 前者是赞他技术一流,总有精彩进球,后者则是源于他在2014年世界杯上对着意大利球员基耶利尼的肩膀上演了惊天一咬,得知苏亚雷斯可能提前退役的消息。 粉丝们在评论区大呼心疼,别这样啊,牙牙,还等着你和小梅去迈阿密重聚呢,伤病能不能离这些天才远一点啊。 也有人送上理解,身体重要,很舍不得。 你退役了我真的会好难过,牙牙累了,该休息休息了,我虽不舍,但祝福。 去年世界杯上,乌拉圭队被淘汰出局时,苏亚雷斯捂住头痛哭,这一画面也被粉丝们再次翻出。 2022年世界杯,果真是诸神的黄昏,去年世界杯之后,满眼都是英雄的背景好。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,感谢大家收看。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,欢迎订阅转发。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,谢谢大家。